一起来临台中市政府加强防汛整备 针对各级排水 雨水下水道 还有道路 侧沟 侵域工作 目前呢已经陆续的在进行当中 那么也初步看到了成果 而台中市长卢秀燕也特别换上了青蛙装 前来试查 好可怕啊 台湾大道烟成这样 机车差点被水冲走 坐在公车上仿佛坐的是快艇 水花喷溅到比车窗还高 另外麻原头西遇到大雨 溪水暴涨 这样的画面台中市民很熟悉 很多地方真的是逢雨必烟 因应讯息来临 台中市政府加强防汛整备 市长戴着工程帽 换上青蛙装来视察防汛工程 包括排水渠道清淤 各项水利工程 及雨水下水道建设 智慧防汛通讯 网科技防灾等 针对各级排水 雨水下水道及道路测沟清淤工作 目前已经完成共670处 综长425.6公里 其中雨水下水道清漱工作 水利局已完成83处 平井断置清淤 清出约157公顿大量淤泥 大部分都是都市的雨水下水道 没有清淤或是没有连接好 所以市长很关心这一块 今天就来视察 我们也必须了解说 这样的工作进度到怎么样 那扎不扎实等等之类的 那透过实地的一个会刊 那了解我们还有什么地方要加强 市长特地穿青蛙装来看工程 可见对防汛的重视 期盼防患于未然 台中不掩水 记者陈一网顺旋 台中报道